- 渣男啦 - 超會的 - 超會的 - 2點07分 - 你怎麼可以對於Rose媽媽跟蘇媽媽這個樣子 - 都過去世了 - 現在還有人在逼問你這些問題是不是真的有點太慢 - 不會啦 不會不會 - 還OK - 對對對 總要就是 - 對阿 現在資訊量這麼大 如果大家還記得那就是我的榮幸 - 怎麼樣 現在還喜歡攝影嗎 - 攝影 - 現在還喜歡在那邊寫稿 寫當編劇嗎 - 很入戲耶 為什麼會這麼入戲啊 - 讓我們講解歡迎鳳小月 - 歡迎 - 謝謝大家 - 謝謝大家 - 大家好 - 大家好 - 哈囉 - 其實你最常看的是他的戲 - 但沒想到第一次在電台遇到他的戲 - 因為他的音樂耶 - 對啊 因為真的比較常 - 我們真的比較常會訪問到的也都是 - 歌手發了音樂作品才會來到電台啦 - 所以這一次我們 - 其實之前你在跟回聲合唱的時候 - 我們就已經嚇到想說 - 哼 鳳小月要唱歌 - 哼 鳳小月會 - 這麼迷離 - 耍廢 - 這麼的頹廢的這種感覺 - 然後這一次是即將要發行個人 - 這是你要發專輯了嗎 - 對我要發專輯了 - 是完整的嗎 - 還是那種五六首 - 然後我們一張專輯這樣 - 嗯 - 我現在整個概念 - 其實最後還在finalize這樣子 - 然後 - 我現在只能透露 - 它會是一個數字 - 數字 - 然後 - 然後它裡面 - 所以這個數字會不會影響到裡面的歌曲 - 我就不知道了 - 你說這數字的意思是 - 就是專輯名稱會是一個數字嗎 - 專輯名稱會是一個數字 - 嚇我一跳 - 對 - 然後 - 我剛剛以為你在回覆廢話 - 就是說 - 有幾首歌這是一個數字 - 就是我會有幾首歌 - 是一個數字 -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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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輯名稱會是一個數字 - 對 確實我懂了 - 我懂 - 專輯名稱會是一個數字 - 然後所以 - 這個數字會不會影響到最後的歌有幾首 - 我覺得可能 - 目前來講 - 如果真的要跟大家分享的話 - 肯定也不是那麼絕對 - 我很含糊 - 但那個數字是跟你有關的 - 跟我有關 - 對 我最近特別感觸了一個數字 - 最近特別 - 是一到十之間 - 一到十之間 - 鍾息密碼 - 可以嗎 -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現在講 - 因為其實都還在討論 - 所以到最後 - 會不會是一個數字 - 我其實也不確定 - 但現在的那個狀態 - 應該是一個數字 - 那我想知道 - 現在已經做好幾首歌 - 或是錄好幾首歌 - 七八八首吧 - 八首 - 九首 其實錄了十幾首了 - 但是最後會錄到 - 會進到專輯裡面 - 我覺得 - 確實要跟整個專輯的概念一起 - 泰在一起 - 這樣子 - 所以 - 照回答你的問題 - 對 它會是一張完整的專輯 - 有回答到 - 應該會從頭到尾都滿完整的 - 那這一次為什麼會選用風車先讓大家聽 - 然後為什麼會選閩南語的作品 - 然後還是這張專輯是閩南語專輯 - 你要挑戰台語歌王 - 哇 - 沒有不敢不敢不敢 - 我覺得會是這個原因 - 鐵定是跟 - 剛演完成功之路有關 - 因為這一百年 - 不是這一百年 - 這一年半 - 我都跟 - 就跟五百老師相處比較多 - 這樣子 - 然後 - 最後也是別人慫恿我去 - 問說 - 欸你要不要 - 而且不是一個人說 - 欸那你就問啊 - 然後別人又說 - 那你就問啊 - 然後我最後才很不好意思的問 - 這樣子 - 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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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那邊也很 - 呃 - 其實 - 阿沙利 - 其實非常阿沙利 - 對 - 二話不說沒什麼討論 - 然後我們表演結束的時候 - 他就說我寫完了 - 好啊 - 對啊 - 超讚 - 對啊 - 好啊 - 然後 - 然後這首歌 - 這首歌 - 我覺得也跟 - 因為跟老師相處 - 所以他也看我的狀態 - 然後 - 所以稍微寫了一下 - 寫了一下 - 我跟這首歌的 - 本來就有的 - 因為我給他的時候是 - 只差歌詞而已 - 所有其他東西都在了 - 所以歌的畫面其實也很強 - 然後我也有跟他討論說 - 我覺得好像也有一個 - 一直在奔跑的這個感覺 - 所以他應該是從這個奔跑的這個概念 - 又延伸出來 - 這樣子 - 那跟我們介紹一下 - 剛剛在講的都是風車嘛對不對 - 是 - 我們就來聽聽風車這個故事是什麼呢 - 本來在寫的故事 - 這個故事 - 是一個 - 其實他有幾個點 - 他比較概念性的 - 我覺得是 - 首先我想要致敬台灣那個 - 我國中時期 - 國高中時期 - 我在夜市 - 在士林夜市 - 遊蕩的時候 - 聽到的一些 - 節奏 - 所以他的節奏感很強 - 我最早最早其實是從節奏感發想的 - 然後這個節奏 - 其實我就是希望 - 一直在尋找一個 - 就是 - 很可以跟 - 我們 - 我們能夠有深刻連結的一個節奏感的那個東西 - 因為其實我自己 - 覺得我是一個鼓手 - 說真的 - 但是這是另外一回事情 - 然後這個節奏感奠定了 - 就是這首歌的一個整個狀態 - 然後大家記得廣嗨嗎 - 廣嗨時期 -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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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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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或者是不願意改變 或者其實是在變 但是又不願意接受 你知道嗎 或者這樣子 所以就一直在轉轉轉轉轉 然後一直不停的往前 一直不停的往前 我覺得這個大家應該是 是我一個最早那個抽象的感覺 然後老師在幫我整理出來的這個狀態 有一個意象 就是好像我們自己就是 就是像某一方面就是像風車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就是一直在尋找一個 誰能 誰能吹動我們 我們就跟誰走這樣子 哇 剛剛聽完鳳小月的這一番話 讓我對鳳小月有重新認識 完全翻牌 應該是說我們之前完全不認識他 對 因為我們認識你都是從你的戲劇作 你都很大的嘛 對啊 然後 女朋友男朋友 男朋友女朋友 女朋友男朋友 女朋友男朋友 對 然後 越小鳳 越小鳳 對對對 就是都是從戲劇上面看的 然後知道就是很酷很帥 大部分都是演員都是很酷很帥的角色對不對 你有沒有一些很 大家喜歡找我演一些很酷很帥的角色 但是其實真的整個行業還沒有發現 我其實是一個喜劇演員 真的 喜劇的節奏很難耶 對 但是我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反而演嚴肅的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有時候蠻卡的 欸 他剛剛說他有那個東西的時候 他看我眼神非常有自信的耶 我有那個東西 對 我有這個東西 我這個東西可能比我的戲劇 其他就是嚴肅戲劇的東西要更強 說真的 我不相信 我現在在跟就是世界講的事情 笑到 你這樣會讓我很期待你外來的喜劇作品耶 對啊 就是要有才能發揮啊 對啊 但是現在就是做音樂其實也是蠻 我很喜歡 我是一個其實很熟悉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就是 這些年來就是 太別扭啊 就是風車嘛 就是很別扭 然後就是 你想要 我知道你想要放飛自己 你想要 也有可能是就是 在進入中年前的最後一個 可是什麼東西綁住了你 讓你覺得別扭 你有什麼 我替他回答 你是鳳小月 你懂他啊 我懂 什麼東西綁住他 帥氣的外表 好 對啊 瑪莎也有這樣的講 但我自己是覺得 這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很現實來講的話 就是其實二十幾歲那個時候 接戲的頻率確實比較多 然後一下子就一整年的時間都 都因為戲劇而佔據了時間 所以自己其實也有都 嘗試要組團然後練團 但是因為就是一直斷斷續續 斷斷續續 所以導致我其實很多東西 就變得都只是草稿而已 然後我現在其實 我要感謝疫情 我覺得疫情雖然有一些 比較灰暗的一些心理空間 可是其實他也開放了 為很多人開放了 強迫很多人去做 可能你一直都想做的事情 或者你必須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必須要改變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張專輯 整個狀態也都是因為這個樣子 好的 我們今天來重新認識鳳小月 兩點十七分 我們就來聽聽這一首《風車》 緊緊緊我在這裡 惡的地方我就幫你走 你講我愛我風風邪雪水 看你的當中我找你去著 怪啊是在這裡 我的傷手都總崩潰 用素酷是你甘液彈儀 一年一年 一人生日 我無關你 醃漢 管是這隻 抱我 take a yönela 不吹吹一直吹 我的感動雙眼都沒變化 你感應愛我 沒我來決定 風對對來我都要迎賓 我願願在這裡 我的情緒總攏開 有所有時間的短矣 一電一電 想為你 我沒看你 夾到 我是這隻香月天的鳳姐 在這裡我一直在抱 一直在抱 一直在生月天 從遠到一條 打拚就有 黑暗去 所以我一直在抱 一直在抱 一直在抱 一直在生月天 我知道只有你的湯 思過有 黑暗 我愛你 只愛你 不斷風吹 只愛你 我愛你 只愛你 我愛你 更愛你 我愛你 你是外紅 最愛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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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鳳小月也帶來了她的可愛的吉他 我們應該要先讓鳳小月來彈一彈她的吉他 那這一首歌 就是你等一下在吉他上面表演這首歌 會是專輯裡面的歌嗎 還是你現在就是要彈風車 我來之前其實有稍微考慮一下一下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還沒發的歌 應該先不要唱吧 唱風車啦 旁邊那邊一直指指指指風車 唱風車 我們剛剛已經聽過一個 500老師編完的完整版的 就是我們之後在CD上面 或是串流上面會聽到的版本 那我們現在可以聽聽一個 Acoostics的版本風車 OK 謝謝大家 來 Acoostics Con Acoostics 歌單字 奇奈 它是什麼 有在哭哪 我都哪裡Fi 你幹不愛我 冷冷冷冷的夏了 看你的當中我帶著躺 onto 合襯 唱風梆 去平常不是我的短暗 一言一言 心裡 我沒看你 夾和我心裡吃 放不穿的風車 只要你會叫我來你去吃 謝謝 天啊!現場可以讚了吧 謝謝 現場就是那個被五百老師沾染的氣味就會少很多 但是一開口 但一開口還是會讓人家很驚豔 就是好像會有個切換的口感很妙很神秘 今天一進場的時候是我想知道你的一切 就是要死不活幹 跟現在這個大反差 那段時期過了 所以那段時期真的也是自己的心情寫照嗎 那首歌其實我高中的時候就寫好了 所以回聲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拿了一個 舊的我覺得可以發展出來的一個 一個idea 然後他們再跟他們一起合作 這樣子把他們做起來 那現在呢 整張專輯我們可以期待都是這麼 生猛有力的東西嗎 蠻多有力的東西的 好的 接下來呢我們剛剛說了 鳳小月今天來我們要摔碎他 所以準備好接受我們的快問快答挑戰了嗎 哇好來喔 我們剛剛已經 摔碎 對我們剛剛已經有在網路上面蒐集了一些問題 就在你來之前的五分鐘瘋狂蒐集 對 預備杯 來 請問芝麻跟花生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芝麻 如果穿越到異世界你最想帶的三個物品 吉他 保險套 什麼 還有 有花椰菜好了 花椰菜 你是花椰菜狂粉啊 可以吃可以生吃 好跳痛喔 你已經到了異世界你需要保險套幹嘛 你要保護自己是不是 要保護自己啊 護身符 很有安全意識的一個人 OKOK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是是是 外星生物不知道對我做些什麼事情 搞不好那個材質你可以在異世界做些發揮啊 有人問說你小時候真的去過少林四學功夫嗎 有我真的去了 我真的去了 然後印象是 我看了一部早期的成龍大哥的電影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其實那個狀態有點像是 跟媽媽要糖吃的概念 我要去玩 我要去玩這樣子 因為他們那個蒙太奇拍的很帥 練功蒙太奇 就去了這樣子 然後就去呆了 呆了 呆了半年 很久欸 那少林四生活是真的苦嗎 苦啊 苦苦苦 但是就是又很甜啊 因為其實是活著 活著的狀態 快樂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說真的 然後 常常你會看到其實 如果要以一個比較現實的狀態來講的話 有很多很富裕的家庭物資 就是 東西很多的家庭 你會看到說 那為什麼還這麼不快樂呢 然後 你到底去了少林四之後 你發現什麼都沒有 那邊沒有水 沒有電視 路燈都沒有 然後 然後那時候都還是用分跟腳 在買東西 這樣子 然後 一碗麵 吃就是可能五腳吧 五腳 我那時候記得 然後吃完了 就是就非常開心啊 然後跟幾個朋友 然後雖然早上四點要起床 然後要被 要被師傅 就是拿少林棍追著 跑達摩洞 這樣子 但是 就還是很開心 非常開心 然後我們會去摘柿子 因為河南的柿子非常好吃 非常的飛大 這樣子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然後我朋友 就是有一個叫 有一個叫梁小龍 有一個叫紀公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叫豬八戒的 你知道嗎 就是非常的 真的 真的 你是在說真的嗎 真的真的 然後紀公的那個就是 他就是頭很大 然後有一個很 就是紀公的床頭 這樣子 然後豬八戒那個 他就是很大隻很胖 然後梁小龍 叫小龍的功夫一定最好 像是小龍一樣 對 他就是 他就是功夫最好 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那個 插曲 然後 我就是那個插曲也太失憶了吧 哈哈 在那時候對 我覺得真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路上還有遇到一些新疆人 你知道嗎 然後新疆人我就覺得 難道 我們是同鄉 同文同種 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就是 因為他們也會看到我 新疆人也會看到我 然後新疆人看到我 他們也不確定 你是不是他們跟同一組的 我什麼狀況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反正 現在也很久 因為也快30年前的事情了 然後就 但是印象還是非常深刻 然後講起來就還是都 都好像還是昨天一樣 有喜歡的棒球員嗎 喔 雞樓 是因為 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幫別人帶過一隻狗 叫雞樓 刺狼 然後 一雞樓嘛 對不對 是那個 林木一郎 對 林木一郎 超強 為什麼想唱閩南語歌 為什麼想唱閩南語歌 自己也驚喜到自己 老實說 說真的 他就是被吹著走 我只能這樣講 就感覺來了 到這個時候了 對 然後自己 我覺得我就是發現 因為其實大家好像對我 很洋派這件事情 然後 有一個很 很強烈的 強烈的感覺 然後確實我可能 IG現在都 IG現在大家都喜歡拍一些 吃酪梨啊 你知道嗎 老外他們才吃酪梨 對不起 我不知道大家來留情吃酪梨 你知道吃酪梨 你懂我意思嗎 吃酪梨什麼太陽蛋 你就會覺得 好洋派喔 加州喔 什麼的 然後 但是 你知道我這個 我自己也不是 當然也不是沒有 也不是不吃酪梨 但是 就是 覺得好像還是 想要 吃檳榔 吃酪梨 對 還是想吃酪梨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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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想要接 吳白老師的搖滾音樂劇 因為他問了 我就去了 吳白老師直接問你啊 他那時候是 是透過Landy哥 然後有一次 我那時候在跟 又又 還有桃子姐在現場拍戲 然後 我手機通常不放身上 但是那天我手機就放身上 然後Landy哥就打電話給我 說跟你講有一件很屌的事情 吳白要搞一個音樂劇 我說吳白要搞一個音樂劇 這是兩年前了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還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還發生什麼事 我那時候剛好也在演一個歌手 所以就 這戲還沒有上來 然後 就答應了呀 就答應了 然後 我覺得 都是 我覺得可能 結果做完以後發現 好像是 這一直是 某一塊自己靈魂的呼喊 這樣子 可以跟 可以跟吳白老師合作 然後 確實從他 那邊 好像又去了一趟少林寺 你知道嗎 去了一個 China Blue 訓練中心 這樣子 然後跟大家 跟大家相處 然後也交集到了非常多的做音樂的好朋友 下面這個問題呢 是想要問 彭曉悅 五百老師本人是不是很帥 帥啊 帥啊 張孝全的嘴唇好清嗎 好久以前的事情 很久以前的事情 忘了呀 你是個記憶力好的人嗎 看情況 我名字 很不會記名字 真的 很不會記名字 但是可能那些片段演過 要你連結那個感覺觸感 你可能是可以把它提了出來的那個回憶 可以啊 可以 那個也沒有拍幾次啦 其實 就一下就過了 對啊 我們兩個都挺別扭的 那一場戲 還有有人問說 當時就是演女朋友男朋友 然後 那是你的第一部戲嗎 女朋友男朋友嗎 女朋友男朋友是我 是萌甲之後了 所以是我 大學畢業 的第二部戲 因為在之前拍了 收視率慘敗的料理情人夢 但是在電影的這兩部 其實表現都非常好啊 確實 我覺得可以經過這麼久的時間 然後大家還會再提起這件事情 真的是 就是 我覺得 很讚 對 最後這一題呢 其實上一段 鳳小月自己有講了 就是 他的問題是 你自己有想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現在就是想要演大喜劇嗎 喜劇 然後科幻 我很喜歡科幻 因為我很喜歡 銀翼殺手 然後很喜歡 或是 沙丘 或者是 駭客任務 這一系列的整個東西 然後攻殼機動隊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一系列整個東西 都是來自於同一個地方來 然後就是 我覺得他又很東西結合 這幾個故事都非常東西結合 很西方的戲劇元素 可是採渣了強烈的就是一些東方的一些 思想 對 沒錯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非常的吸引我 然後非常有共鳴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海客任務第一張的原生帶 嗯 嗯 呃 Massive Attack 對 然後還有什麼 Club Club to Death 然後當然還有什麼 Rage Against Machine啊 嗯 然後什麼什麼 一些那時候的一些 重墊子 是不是還有 Prodigy 還有Prodigy 沒錯 那張哇 懂懂懂 所以那張專輯 其實對我來說影響也很大 因為就是 那都是我那時候在聽的東西 嗯 嗯 鳳小月是電音咖呢 幾個啦 是我那個年代的電音咖呢 對 幾個 主要還是聽搖滾 其實 所以我覺得 電音的東西能夠滲透到我的那個 泡泡裡面 那他就是覺得是很好的東西 OK 像我最近還在聽 碧玉早期的東西 大家都忘了 原來碧玉早期 也很電 很重 很重的東西 很兇 超愛 好唷 我們今天那個框框框框 其實就這樣而已 沒有很多 你要蒐集到100題 我剛原本目標想說要問個100題 來不及 沒有什麼我那麼高 不是100題可能要花一天的時間蒐集問題 來不及緊急搜尋 所以接著下來這個風車 我們現在聽到了 那這張專輯的名稱可能是 1到10的某一個數字 有timeline嗎 有timetable嗎 我們什麼時候大概什麼時候會launch 必須要在我 很現實的講的話 必須要在我下一部戲開拍之前 下一部戲何時開拍 大概7-8月 那就快了 應該是這樣子吧 真的在收我 我剛剛裝了 那我也想知道7-8月那時候還有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這部戲其實去年delay到今年現在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這個角色是一個比較厭世的角色 但他在一個很療癒的空間裡面 然後 那我們就精神病悅嗎 希望可以陪著大家一起療癒 厭世的角色在一個很舒服的地方裡 在一個他的戲劇的世界是一個很療癒的 但是當然中間參加了很多很多很現實的一些痛苦 強迫你強迫你前進 對所以這個人就會就是會開始走上這條路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好唷今天非常非常感謝鳳小月 然後很期待你的新專輯 謝謝 如果裡面有這麼多生猛如風車的音樂的話 我想我會非常非常喜歡的 感謝感謝 今天謝謝鳳小月 謝謝謝謝謝謝馬丘馬力謝謝 謝謝你們 每時都 Cara Robe 來自我幾個玩笑 來自我不去玩笑 來自我看你很難聽 選擇在晴空晚裡的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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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背著吊幹獨自走到兩棟海岸 pipeline整兩棟海岸 二棟海岸 说到自然的气息 忘却所有地方有心情放得好轻松 鱼儿在天上飘鸟儿在空中 飞鱼儿在水里游 以为在碧海蓝天悠悠自在地 我好满足此刻的拥有 i can be i can be i can i can noble 哎呀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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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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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nez France Go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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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